嗨呀!歡迎回到BruMis and Doggy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下英國的生活開支 我們主要會分享以下這幾方面的一些基本開支 而我們分享這些基本開支是以一個成年人來做單位的 首先就分享一下住屋的洗費 這些支出分為低至中 中就是一些基本生活開支 而低就是一些你很省的話你都需要的支出 而這些支出的數字就基於Birmingham的生活 當然如果你在倫敦就可能會貴一些 如果在北一點有機會會更便宜 那租金來說如果你一個人住可能是share house 或者如果你兩個人住是share一個房子的話 就大概是300至370磅左右 而Council Tax 都是depends你這間房子有多大 就50至70磅左右 而電費也是看一下你自己有多省電 都是15磅至25磅左右 水費就相對香港比較貴 是2至4倍左右 每個月大概15至25磅左右 而WiFi就大概15至20磅 就視乎你用哪個網絡供應商和網速 所以所有住屋之出加起來 就大概380磅至490磅 而交通方面在Birmingham也有不少人踩單車 去靠單車去出入 但留意一下Birmingham也經常下雨 還有很多地方都沒有單車鏡 所以你要跟車場在馬路上踩 你就要預算一筆錢去買單車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偷單車在Birmingham也是常發生的事 而其他交通工具的開支 我們是假設你每天都需要上班的價錢 巴士是其中一個選擇 Birmingham也有很多不同的巴士路線 大概一個月就是60至80磅 因為Birmingham的West Midlands National Express 就有一個月的Bus Pass就是60磅左右 如果你買了Bus Pass就可以無限地搭 我們都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的描述 不過如果乘巴士有很多時候都會塞車 還有它有很多站 所以很多人都會選擇乘車 乘車來說大概一個月就要100至150磅 不過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 Birmingham有很多地方其實都是沒有Train Station 或者你住的地方可能是完全不接近Train Station 而另外一個比較普遍的選擇就是駕車 在Birmingham因為有很多地方都是Train 或者乘巴士都不是非常方便可以去到 而且交通費都很貴 所以很多人都會選擇去開車 首先如果你本身有些儲蓄的話 你買一輛二手車就大概3000磅至1萬磅左右 而另外一個可以買車的方法就是 英國很流行的PCP 即是Personal Contract Purchase 即是先租後買的意思 而大部分的車都是大概200至300磅左右 但如果剛剛來英國的朋友就要留意 因為沒有Credit Score的原因 以及未住夠3年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可以先租後買或者借錢買車 而另外就是一些洗費 但是就算你的車不走路也都需要付 那首先最貴的就是保險 那 depend on你的年齡、駕駛經驗 或者住在哪一區 差價都可以非常遠 大概每年500至2000磅左右 另外也需要保養 即Surfacing 大概每年150至250磅 而英國落地超過3年的車 每年都要做MOT 即是驗車 大概40至50磅左右 而英國要給Rotex 類似牌費 大概100至200磅左右 depend on你的車的排污量 如果你這輛是電車 就暫時不需要考慮這個部分 另外我也會建議 留下大概100至400磅左右 去維修 那當然 depend on你的車 是有多新 還有還可以保養期內 那除了每年一定要付的費用 就當然要付有錢 那 depend on你每天要開多遠 去上班 可能大概是50至200磅左右 而Bermintam過去一個月 一公升的油 就大概1磅左右 而泊車 基本上都是可以站在街上 就不用錢 有時你會去到一些商場 或者去CC Center 就要付錢泊車 不少屋都有driveway 或者自己的車位 如果沒有都可以站在街上 剛才所有的支出 一加起來 平均一個月來說 就是125至440磅左右 但是這個就不包括買車 或者供車給的錢 另外飲食的支出方面 我們覺得在英國 大部分的食材 它都是比香港便宜的 所以一個月的飲食支出 是可以很便宜的 我們之前看過 有一個大學生 就開始了一個 10磅一個星期買菜的挑戰 它最後都是成功的 而且都是有肉食的 它的結論就是 如果有做預算 而一早預備好的話 10磅一個星期去買菜 是絕對做得到的 我們計算過 一個人一餐的價錢 大概是2磅 如果你在家裡自己煮的話 所以一個月大概是60磅至150磅 因為要計算其他調味料 可能是早餐買牛奶 或者是麵包 另外手機上網打電話 相信都是很多人的必需品 而其中一間 很多人都有提及過的公司 叫做Gif Gaff 而它的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你不需要被它的合約去綁住 而Gif Gaff 現在是做10磅計劃 有9G data 而它打電話 和send tax 都是無限的 而另一間不需要簽約的公司 就是三旗下的Smarty 而它現在的10磅計劃 就是在做30G數據 很多時候這些公司 都有做Ref a Friend的優惠 意思是 如果你正在用這間公司的服務 你Ref a friend 去用他的服務 你和你的朋友 都可以得到一些優惠 我們自己正在用Gif Gaff 如果你沒有朋友 在用Gif Gaff 而你想有這個優惠的話 你就可以用我們下面的 Description的連結 如果你想要一些比較Premium 覆蓋了比較好的上網服務的話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Ee 但是大家都看到 價錢來說 就會比剛才兩間公司貴一些 另外也有一些集費的開支 例如日用品 紙紙 清潔用品 或者是三副鞋物 雖然是英國看醫生不用錢 但是留意牙醫和買藥 都是需要自費的 不過如果你是16歲以下 或者60歲以上 你就可以免費拿藥 詳情可以在下面 Description有一條NHS的連結 可以看 一個月的集費支出 預算大概就是30至70 而最後一些娛樂的支出 就很視乎個人的選擇 例如說 看電視的話 應該給TV license 一年就大概157磅左右 如果你訂閱Netflix 每個月大概6至14磅 但如果你喜歡喝酒 喝一杯啤酒 大概3至6磅 綜合剛才所說的 撇除娛樂 一個月大概520至1000磅左右 這個範圍這麼大 其實就很視乎 你是坐公共交換工具 還是開車 可能你會問 那交稅呢 關於稅制方面的資訊 我們有機會 可以在另外一條片 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英國的稅制比較複雜 簡單來說 如果你年薪是大概 兩萬至五萬磅左右 大概10至25% 就會拿來交稅 如果想知道扣了稅 有多少錢人工的話 英國有很多網站 都可以查一下 例如這個the salary calculator.co.uk 如果大家對英國的生活 可以知道有什麼疑問 或者有什麼題目想我們分享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Cheerio